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Podcast远方快递 我是肖博士 喜欢美食与红酒 曾在国内外大学教书 我这个人敏感细腻 洞察力强 往往一针见血 擅长处理两性情感 帮助过很多女生走出情感困境 开启人生的新阶段 欢迎收听远方快递 肖博士负责帮你解决情感问题 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 胖女孩能不能交到男朋友 中秋假期的时候 好几位朋友请肖博士 去吃烤肉同欢 其中某一场 一个胖女孩胆怯地坐到我旁边来 说出她长久以来的困扰 我们边吃边聊 做了这么多集的远方快递 这才发现 台湾的胖女孩其实还不少 以往忽略了教导胖女孩 要如何获得幸福 肖博士念一下圆圆的讯息 说真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一种很奇怪的个性 在人群里头 会一直很活泼 如果单独放我一个人 跟男生相处 我会辞穷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原本以为只是很少接触 以为我只是很怕跟男生说话 有一天 我很白目地去Google搜寻 世界上有一种怕男生的病吗 查询结果都是 那只是你自己没自信 也许真的是这样 我知道自己胖 所以从以前开始 就算有喜欢的男生 也都只是当个朋友 把他当个哥们 变态的是 有时候还要帮哥们去追自己的好姐妹 那种感觉很痛 很痛 很痛 去游乐团 去游乐团的时候 还要接受她的一个眼色 好让他们俩单独坐摩天轮 或许是闺蜜也怕尴尬吧 硬是要三个人一起上去 结果就这么看着他们打情骂俏的 哥们问我 你觉得我要跟他告白吗 然后他告白失败了 我还要帮他 向姐妹说说好话 女的说他不够体贴 我就提醒他忽略的一堆例子 而这些 都是他不曾对我做过的 真的当我是塑胶 肖博士 女人一胖 难道就真的没有资格 拥有幸福吗 圆圆 肖博士要告诉你 胖女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包括肖博士自己 很多男人都喜欢肉肉的女生 胖 也有分为胖的可爱 跟胖的讨厌两种 重点是 让自己成为可爱的胖女孩就行 现在一定还是有很多胖女孩 不知道如何跟男生相处 肖博士只是举了圆圆的例子 胖女孩欠缺的 其实就是自信 男人不见得会讨厌 嫌弃肉肉的女生 胖女孩害怕的跟瘦女孩没有不同 就是害怕被拒绝 为了自己的幸福 要认真地打扮自己 勇敢让男孩子感受到 你身为女孩 你身为女人的妩媚 女追男 不一定就真的隔层杀 听肖博士一句 不是因为你自己胖 或许是那个真命天子 还没有出现 缺乏自信 有时候会让胖女孩 有时候会让胖女孩讨厌男人 误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喜欢胖子 误认为男人在比赛的都是女朋友多正多辣 肖博士要说 这种对于男人的想象太过单一 我看过好多胖女孩谈恋爱 结婚 生子 幸福到不行不行的 男人看女人 胖瘦不是重点 怎么讨男人喜欢才是要紧 能到达的地方 不是远方 心向往的地方 心之所向 才是远方 这里是远方快递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们都负责为你带来幸福的消息 要收听远方快递 或者预约一对一线上服务 请透过微信公众号 肖章 以及Podcast远方快递 我是肖博士 喜欢美食与红酒 曾在国内外大学教书 我这个人敏感细腻 洞察力强 往往一针见血 擅长处理两性情感 帮助过很多女生走出情感困境 开启人生的新阶段 这个人敬发